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当然首相他本身也是要考量考量一下 因为MCO当然如果实行的话 不会像去年3月那种非常严格的稍微可能会放松 也是无可避免会影响到各个层面的经济和活动 因为我们知道MCO的时候 像比如说一些工厂 他只允许可能一半的员工能够在那边做工 比方做工厂里面等等 所以这无疑也是会影响到很多公司的运作了 所以我相信首相当然他也是要考量 这个MCO对于经济层面的一个破坏 究竟要妥协到什么样的一个程度 然后当然现在已经第四波了 你可以看到世界卫生组织WHO就说了 目前第四波开始了 然后你看回去年第三波 其实是花了差不多四个月的时间 才来到一个高峰 所以这一次如果一样又是四个月的时间 去到疫情高峰的话 那么可能这一次的高峰 就会在7月份左右 OK7月份就是两个月之后 可能我们会看到这一波的疫情的一个高峰 当然这只是一个推测 准不准到时候才会知道 因为这一波第四波 当然比之前的越来越严重 OK你可以看到每一波的发生 都是比之前的那一波 受影响 就是确诊的人跟这个死亡的人 都不断的创下一个新高 然后像印度 现在当然是相当糟糕 所以今天很多新闻都在报道 印度的这个疫情 目前印度已经来到两分钟就一个人死了 OK两分钟就一个印度人死于这个新冠病毒 然后目前印度的确诊率是36% 所以确诊率36%是什么概念 就是说如果有25个印度人去做筛检的话 里面就有9个人 他会是确诊这个新冠病毒了 OK so你看到极可怕 现在印度 25个人去做testing 里面就有9个人会是确诊这个新冠病毒 当然他现在最新的三重变种 是非常厉害的一个变种 就算你打了两剂疫苗 你接触到这种最新型的变种 你还是有希望会确诊到这个病毒 然后他今天当然确诊的数目也是才来到一个新高 破了一个40万的大关 今天印度的确诊是增加40万1993个人来到新高 我觉得这个趋势这样下去的话 也就会像他们政府所forecast的 这个月份他就会来到单日确诊 50万的大关 然后今天他也死了一个3523个人 当然他们记者去采访当地的印度的人民 他们说其实真实的数字是来得更高 因为这个3523人 其实大部分是他们统计医院里面死掉的人 那么至于那些在医院之外死掉的人 其实很多都没有算进去这个统计的数字 包括说那些可能在家里死掉的 还是在如果在街上不小心死亡的这一群人 他们就没有被计算入那个死亡的人数 所以有人 estimate说真正印度的这个死于新冠病毒的人 其实是三倍 他官方的一个数字 所以如果是三倍的话 那么印度一天的死亡人数 就会破一个一万人 他一天可能就真的死一个一万多人 这是非常非常严重的一个情形 然后我国的邻居 菲律宾也没有好到哪里 因为像我国 沙巴这个地方 他就跟菲律宾做邻居 非常的靠近 那么菲律宾当然 现在情形也是很糟糕 这个人数也不断在上涨当中 然后有专家说菲律宾如果失控的话 未来可能会成为下一个印度 因为菲律宾现在一天有高达8748个人确诊 然后他现在一天也死了一个89个人 非常非常多 然后比较可怕是因为菲律宾他非常靠近沙巴 那么如果有不小心 有菲律宾人把这个病毒带入沙巴的话 那么沙巴如果又不小心传到沙拉越的话 东马可能就会非常之危险 OK这是可能会发生的事情 再来我们另外一个邻国新加坡 最近也是恶化了 因为新加坡现在也出现很多本土的案例 比方说昨天 新加坡也有16例的这个本土的案例 所谓本土案例就是他的不是外面带进来的 就是他所谓可能已经发生了社区传播 有病毒已经在他内部 新加坡本土已经传播了 OK目前已经发生了这个事情 所以他一天增加16例的本土案例 已经是来到9个月的新高 现在新加坡当然 因为一来他们国土也是非常的小 只是一个岛国 那么当然这个岛上面 住了应该是差不多500多万 600万左右的人口 OK非常高密度的人口 所以如果这个疫情在新加坡爆发的话 我觉得是会很可怕 因为他的人口密度非常的高 所以当然新加坡的 卫生部也是相信会非常警惕 在这个关口 因为这16个本土的案例 里面其实有人 在2月份 已经打了两支这个疫苗了 所以照理讲 他体内已经有充足的抗体 不过这个人 他也是确诊到这个病毒 OK 很多人就说 会不会连变种病毒 也在新加坡出现了 这是可能会发生的一个情况 然后我们另外一个邻居 泰国 当然最近也是很严重 也是病例不断的新高 像泰国 现在一天 他死了一个21个人 也来到新高 泰国今天 死了21个人 之前都没有这样高的数字 这就是全球的疫情 各个国家不断的升温 然后全球今天单日确诊 是增加85万3452个人 然后全球死亡 今天是增加13,987个人 最近都是在不断的成长当中 不过马来西亚今天 我觉得可能是暂时的 跌为二字头 今天马来西亚单日确诊 2881个人 不过就像刚才我说了 卫生部已经建议 有几个州 都要来实行这个MCO 目前可能因为紧急状态嘛 对吗 可能就会绕过国会 由首相来直接颁布 这个MCO 就像我刚才所说的首相 目前应该在考量当中 OK 好 今天来跟大家分享了 另外一家钢铁公司 说讲到钢铁 这个板块 像我昨天也是有分享 就是最近都起到很凶 因为一个原因 也是最近钢铁的价钱 来到一个差不多10年的新高 我看新闻 OK 非常夸张 就是最近很多这个原材料 不止钢铁 aluminum 你说铁 你说 甚至有人说木材 等等 OK 非常多这个原材料 都起到一个 有些可能是10年的新高 铜也好 所以一个原因 可能是美国印钱 这些钱 热钱流到全球各地 推高了很多股市 也是把这个原材料的价钱 比方说钢铁 也是推高了上来 所以这家公司 就是达兴 Holdings 它的中文名叫做达兴 他的code是TASHIN TASING 这家公司 昨天他也是很疯狂 因为昨天 钢铁板块都起着上 昨天 OK 昨天 他也是起了一个26.5% 收在83.5分的价位 去年3月熊市 他那时候股价被他丢到只剩下13分 因为这短短啊 一年多的时间 他的股价从13分 飙到啊 昨天的83.5分 飙了一个542% OK 超过5倍的仗幅 这种仗幅 其他公司 可能你要啊 等上11年才会有 把它竟然在啊 短短一年多的时间做到了 OK 非常的不错 他的市值啊 marketcap 现在是2.9亿的一家公司 啊 netcash 手中的钱 啊 有一个4298万 哈 所以为什么他钱那么多 因为其实TASING 他也不是挂牌太久 哈 OK 他也是啊 之前才挂牌上来 所以当然之前IPO 也是有拿到啊 一笔钱 OK 这也是一个原因啊 为什么他钱那么的多 然后他的current ratio啊 4.48倍 最新业绩啊 2月19号 已经连续两个季度啊 YOY啊 profit都在成 都在成长当中 然后当然 YOY啊 他的收入啊 也是啊 提升了上来 所以这一次 他就不错了 因为他去年的时候 他是亏钱的 所以这个季度就 YOY啊 赚亏为盈 赚了一个646万 SoTASING 该讲啊 他也是其中一家钢铁公司 啊 生产各种各样的 这个钢铁的一个产品 然后其实这家公司TASING啊 他是另外一家 他的母公司啊 是叫做Prestar Resources Berhad OK Prestar这一家公司 其实也是啊 马股的其中一家挂牌公司 OK SoPrestar Resources 他是持有啊 TASING啊 34%的股份 So他是啊 其实是挺啊 其中一个最大的 Shareholder 在TASING OK 他持有34%的这个股份 So当然TASING啊 这一年多啊 股价飙了超过5倍啊 当然对啊 Prestar也是一个好事情啊 因为 他持有那么多股票的话 如果他套现啊 OK 这是啊 如果啊 他套现的话 当然 他就可能会啊 赚到一些钱啊 OK 他是持有一个34% SoTASING这家公司啊 最近他是做了Announcement 他们要做一个Major的扩张啊 因为啊 最近当然 我们知道钢铁板块是不错啦 在最近啊 挺多钢铁公司啊 刚宣布最新的业绩表现啊 都是进步上来 其中的原因 当然也是钢铁的这个啊 价钱啊 最近走高很凶啊 OK 钢铁的价钱走高 SoTASING啊 要把握机会的做扩张 反正他们手中有啊 4000多万哈 So最近他就宣布了 要买下两块地皮 OK 这两块地皮是啊 靠近他在槟城 Burride的那个 他们现有的工厂旁边 这两块地皮 他们打算要花一个啊 4350万 OK 也是4000多万哈 来买下这两块地皮了 So目的当然是买下了之后啊 他们要来啊 增加他们的产能啦 在两块地皮 因为他们旗下有一些啊 产品哈 他们FORCE啦 可能未来的demand会啊 走高 包括说这个 列席的钢卷啊 钢榜 钢材等等这些啊 系列的东西 他们将会在新购买的 这个土地 来啊 买新的机器啊 来生产哈 这一系列的产品 So这两块地皮啊 上面啊 其实是有啊 Building哈 包括说有四层楼的办公楼 有一层楼的工厂 跟一个guide house啊 就是他的啊保安员可能所种所住的那个屋子在那边OK也是有一间 那么这两块地皮啊其中一块的面积是6.47 A个另外一块是4A个了手两块地皮加起来其实他的总面积是10.47A个啊不小的地哈OK在冰城那边然后这两块地的地季啊是60年的地季了是啊没有这样快Aspired这两块地他们将会在2052年的12月6号才AspiredOK2052年哈 距离现在还有很长很长的一段时间咯这个OK So当然这个地区的这个啊Aspired也是很重要啦 你当然要买一个比较久Aspired的因为要不然如果你买了些剩下几年的那一种啊你辛辛苦苦啊 做了工厂啊买了很多机器如何如果不小心政府说哎我们要拿回这些地的话那就啊糟糕了哈因为你才在上面做新的工厂 So这两块地2052年还很久哈才会啊Aspired然后当然他们啊买下来之后啊他们当然会啊添购哈很多新的机器 然后要增加他们这个钢铁产品的capacity啊产量然后再来也是说他这两块地建了新的工厂啊他可以放更多的raw materials哈就是他可以捅更多的这些啊原料OK 在啊这个地皮上面就可以啊意思说他的啊可能warehouse哈做到更大间哈你可以收更多的raw material来standby 然后当然你的完成的这个产品啊end user的产品当然你的warehouse也是有更多地方可以来存放 然后啊当然最重要提高产能因为他们说他们forcy啦来临这个demand会非常非常高 特别是来自啊汽车这一块啦因为我们知道像比方说Tesla哈Tesla的股价在啊这两年左右的时间是啊非常疯狂的 OK打底起了十多倍了非常之疯狂 So Tesla当然他啊最新的财务报告是很漂亮哈他终于这个季度赚了一个4点多亿美金的一个啊表现 So啊当然Tesla的平衡现在是气道很离谱啦非常非常高 把这就说明啊汽车哈特别可能是像Tesla这种纯的啊电电子汽车啊可能未来啊demand会相当的高 因为啊电子汽车他呢他本身优点很多啦啊不会污染环境啊他没有用Petro 他只是充电So电的这个成本当然比起汽油应该是来的低很多 OK种种这个新科技啦So他们4C未来来自汽车部门的demand 因为汽车他本身的这个frame哈这个啊就要用到非常非常多钢铁的这一块OK So他们4C demand很高So他们现在就要来做扩张啦来 fulfill他们啊来临的这个orders要先啊准备了 So他们就 estimate哈如果未来啊这两块地做完了扩张之后 他公司年度的capacity产能啊就会从目前一年是15万吨的这个产品增加到22万吨哦 OK他们的目标是产能去到22万吨这两块地皮哈啊未来如果fully operate之后 好我们来看他二月啊最新的业绩啊4th quarter financial20年 从刚才说了yoy他的revenue收入啊是有增加咯啊 yoy增加了15.77% 从去年6428万增加到今年啊7442万 收入走高啦当然他的啊PBT啊就是税钱利润啊是暴增了430.88%啊 暴增了超过4倍 就去年他是亏钱啊去年他的LBT啊税钱亏损是亏了256万 把来到今年他的PBT啊税钱利润是有一个846万哦 SoPBT暴增超过4倍原因也是因为今年 他的啊sales volume比较高哦 他卖的这些钢铁的产品卖到更多 然后啊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啊yoy这个钢铁的这个价钱啊也是起到很高很高了现在 然后啊好像目前还在起注哦一直在啊上涨当中 so当然最近全球钢铁啊上涨的一个原因啊可能就是因为之前啊很多国家经济不是停顿吗 那么啊很多钢铁厂也是停顿下来啊造成supply可能来了一个停顿或者是中断 所以如果supply啊那时候disrupt到的话啊当然这个钢铁的价钱就会走高了OK 当然这个啊钢铁价钱走高当然是对他们一个利好啦 他们啊可以卖到更高当然就啊赚更多钱了 所以啊总的来讲他信啊当然他啊也是跟其他钢铁公司一样 我是觉得短期走到有点快哈他的股价的表现 因为很多的利好啊或许现在已经price in在他的股价了 so大信啊一年多的时间啊飙了超过五倍的一个涨幅了 OK当然公司是net cash啦因为他才IPO不是太久 他的啊手中的钱有一个4298万 current ratio 4.48倍 二月份的业绩已经啊连续YOY进步两个季度 然后特别是YOY他转亏为盈 所业绩展望啊就是下个月的啊出炉的业绩 我觉得反正啊prospects也都这样乐观啊 我觉得有机会了他继续YOY啊收入可能还会继续的上升 因为最近啊钢铁的价钱啊是啊非常凶的 OK刚才我说了 然后最近一些sector的复苏啦 一些国家啊你可以看到中国啊美国的啊经济的数据非常的不错 然后很多啊领域啊比方说汽车他们对钢铁的需求是很强的 OK所以我相信啊如果这个momentum能够保持下去的话 应该tasking他的sales volume啊还会能够sustain在一个比较高的一个价位 所以如果他的收入啊YOY能够走高的话 那么当然咯他的profit啊YOY啊继续进步的这个可能性也是有在那边 当然啊讲了那么多也是啊最重要disclaimment啊 四个字就是啊买卖支付 OK这四个字啊买卖支付是最重要的 好我本身啊当然不停在做一个选股服务 James stock pick 就是每个星期我会啊出一份啊选股的报告 我会用价值投资啊基本面的方法来做一个选股啊 昨天的时候当然相当多我的选股啊回酬啊还是非常不错 像hextar global昨天也起了6.6% 收在一块啊七毛九 hextar最新业绩YOY啊进步48% 之前我选hextar他的股价50.5分 也派了股息啊4分 这一年啊一个月也是有262%的回酬啊 其他公司可能你要等三个八年 当然还有其他的选股啊 这边不说了 所以你可以来join一下啊这个选股服务 那么啊每个星期你会收到我的一份啊选股的报告 我会用啊基本面投资法 就是很多投资大师像巴菲特 他啊多年来都在啊很成功的运用 当然他本身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他也一度是啊世界首富 首先基本面投资法 就是我会去啊研究这些挂牌公司的财报啊 年报季报来招出各方面比较啊优秀的公司 所以要强调这个不是短期啊投机的一个做法 会suggest啊至少buy and hold一个两年左右的时间 那么两年之后如果全球经济啊 vshack反弹 如果疫情能够得到一个比较好的控制 如果未来这些公司啊发展到更好的话 那么其实你赚钱的机会啊是相当高 然后你潜在的回酬也不会低啊 所以我非常欢迎你可以来直接的whatset我或者email我 我的whatset号码跟email在啊下面的description 还是你直接在我的facebook啊pm我都啊非常非常的欢迎 好今天的视频分享啊暂时聊到这边 如果你们觉得这个视频有有用的咨询 记得把它like跟share出去 希望能够让啊更多人啊收回 也记得订阅打开铃铛一遍啊 最快的时间收到新视频的通知 那最后也要感谢大家抽出时间啊 这边收看我们再会 拜拜